山石山何时何,今天出一台3.0V6的大雅各 坊间总流传着一句话,说八代以后再无雅各 他们讲这句话是车贩子发明的 天地良心啊,这句话我们是不会说的 因为八代以后的雅各,我们也卖 事实上,如果想体验有键盘有追求 情怀和利润都能拉满的天花板雅各 只能看使用了G30A5发动机的本田第九代雅各 这才是值得拥有的绝版红达 和那种只剩情怀的过时产品不同 这台16年上牌个人一手4万多公里的六缸雅各 无论是用来家用还是单纯的体验一下 什么是雅各版本的买发动机送车 这都是非常难得的正确之选 当然了,现在的雅各肯定比九代的好 本田纪念那么多的工程师 总不能把产品越做越差是不是 虽然新款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扭矩更大 响应更快油耗更低 但是G30A5毕竟是拥有6个气缸排量3.0的大自吸 它中后段的动力储备是小排量涡轮发动机不能比的 0百加速虽然重要 但是100公里以上的加速能力那个更吓人 子曾经约过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康 大概也就是这么个道理 作为给有钱大叔准备的天花版雅各 这台3.0尊贵版的雅各在配置方面真的是非常尊贵 前后主持雷达,变道辅助摄像头 带换挡拨拨片的多功能方向盘 前后排座椅加热 除了驾驶辅助功能缺席了 其他的舒适性配置那真的都是浪漫 3.0的9代雅各说实话在市场上真的是非常少见 像我们这样一台车况非常好的更加难得 他16年上牌 现在仅仅跑了4.8万公里 刚到店的时候还贴了绿色的改色膜 轮毂也喷成了黑色 现在改色膜已经去掉了 黑车漆配黑轮毂 这个感觉更酷了 2.0和2.4的普通雅各是撑不住这样的气质 只有3.0的雅各才能相得一张 很多玩车的人都希望可以低成本拥有一台闷骚的车 这台六缸雅各它绝对闷也绝对骚 现在1358的价格也算不上贵 这样的天花板的雅各应该是你正中靶心的闷骚之选